记者省太阳台北报道 多个劳工团体昨下午举行我写汉过劳 你功德个屁反对劳机法秀二大游行 北市劳动局长赖湘林也献森想挺 市长柯文哲经受访十次报 事前有人要求他吃纸赖上街头 不过被柯已读不回 但到底是谁透过什么管道提出要求 柯则干大冷笑不愿回应 随即在幕僚护送下赶赴行程 柯文哲今天一早出席运动反独公议员游会后 谈到自家劳动局长参与游行反劳机法修法 由于昨晚间北市警大动作驱离不愿解散的民众 现场媒体提问赖是不是也有可能被抓 柯笑说那要看他做什么事啊 柯随即画风一转指出 他认为还是要相信台湾的民主制度 但对他身为台北市长来讲 最受不了是说 现行劳机法从去年上路至今 一年了都还没有执行 他反问如果一个法定了一年都没有执行 那定这法律干什么 至于此次修法是否偏向资方 可表示立法院还在处理 还在没定案 只是一个草案送到大会出委员会吗 对台湾民主制度还是要有信心 如果有什么不好 希望他可以改 并不是去推翻民主制度 对于劳机法修法内容争议不断 可脱口一开始他们要我去制止赖湘林上街头 但他说民主自由是政治价值 所以不会去干扰或是暗示 民事我 说你赖湘林想怎样就怎样 现场媒体追问谁要求制止赖 透过河管道 柯文哲打哈哈 夸赞发问媒体 很精明 不错 不错 最后请说已读不回就好了